不者早前跟一对新婚有人相聚,谈及他们婚后的居住安排,二人都不禁轻探以现时的楼价水平,似乎难以在短期内存够首期。租住私楼又担心昂贵租金会进一步延后置业目标。 故唯有暂时继续与各自的家人居住,此处其实反映了居住和置业需求的问题,不者希望藉此简单分享一下。 上述情形相信是不少市民同样面对的处境,当人踏入某一年龄,对独立的私人空间产生需求属正常不过。 这对于刚开始组织家庭的身分夫妇仪然犹甚。经济能力一般的家庭往往更加挣扎于决定自治或租用物业。 本港楼价高居不下,其中一个因素便是市场每年对住宅供应都有庞大的刚性需求。 刚性需求确切地说是以居所作住用目的的基本住屋需求。 置业需求则是涉及动用庞大私人财产或承担长期债务的重大个人决定。 物业价值于市场中可升可跌,本质上属于影响深远的私人投资,对于置业和住屋需求。 不者认为,政府就前者而言并无绝对义务,但就后者而言却有不可推卸的关键角色和责任。 若政府能于住屋问题上有所作为,将能造福社会上广大市民。 上一代的普通家庭居住于公屋单位。 每月缴付的租金不到同类单位市值租金三分一。 对于人们日后积累财富,以及改善生活水平在益匪钱。 对社会而言,长远亦能有效缩窄贫富悬殊差距。 本港的房屋问题显移易见的市楼价高。 大部分市民难以负担。 但更水深火热的市。 香港目前仍有超过20万人属汤房户。 居住于所谓的不识设住房中。 居房委会公布。 截至今年9月。 公屋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上升至5.6年的历史新高。 适逢环球正经局势不稳影响市民置业意欲。 近期居屋销情并不理想。 进一步表明不受经济环境影响的住用房屋财事关系普遍市民福祉的必需品。 顾不者认为,政府应考虑是否加大力度, 集中更多资源解决本地的住屋需求, 而非涉及个人投资成分的置业诉求。